大家好 相信很多花友养兰花都喜欢给它用一些水肥 但是气温太过于高 尤其是在夏天这一顿时间 我们给它施水肥的话 很容易让兰花的根出现一些肥害 因为气温高了 肥料的浓度有点不适合 就容易产生肥害 造成兰花根系烂根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通过喷湿叶面肥 比如说用零酸二金甲 因为零酸二金甲它是一种叶面肥 那么我们在使用零酸二金甲 很多花友可能使用方法不对 导致兰花的叶片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正确使用零酸二金甲 来给兰花补充叶面肥 我们使用零酸二金甲 这个比例一定要对 这是最关键的 如果比例不对 也是很容易造成兰花出现肥害的 但是我们宁业可以对得稀薄一点 反而可以减少对兰花的叶片出现伤害 那么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搅拌均匀 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在喷雾的时候直接分这种老叶就可以了 还有叶片的背面 表面 还有底部 嘟头这个位置 尽量的不要给它喷到这些芽性里面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使用零酸二金甲 一定要把握好方法 不能给它出现任何问题 因为夏天是很容易造成兰花的一些病害的 我们在给兰花喷湿完零酸二金甲之后 最好在第二天喷死一次清水 把一些残留的肥料给它清洗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避免了兰花出现肥害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